诸葛亮给了刘备一种不朝所值的感觉 诸葛亮面世第四章 有备而来 见面以后刘备问诸葛亮 现在曹操站着本方 孙权站着南方 我也想站快点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微微一笑 拿出一张地图告诉刘备 您只要先站了荆州 再站四川 就能和他们称顶足之事 要是发展得好 还有可能吞并了曹操和孙权 统一天下 刘备一听他高兴欢 他认为诸葛亮的办法可行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强烈要求诸葛亮出山帮助己 就这样 诸葛亮面世成功 顺利取得了刘备集团CEO的位置 今天我们也不是请到两位嘉宾 这位是心理学专家赵玉萍 这位是媒体专家浦银老师 两点老师好 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 诸葛亮肯定是一个上岗的模范 一下子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上岗就是二把手 我有时候我都在琢磨 你想 刘备能够三顾茅庐 他可是一个字的文章都没看过诸葛亮的 知言片语都没跟他交谈过 就三顾茅庐 你可以想想这个舆论的力量多么强大 他已经确凿无疑的相信 诸葛亮就是他学生的 绝对是什么人 所以这种对个人的包裹 广告效应吗 有迹象表明这些事情都是诸葛亮主动所为吗 有迹象 我跟你说个历史的资料 我们还是真的在研究过 诸葛亮呢 老家是山东省 01是宜南县 17岁离开山东到了湖北 当时汉朝是一个特别讲门帝 讲出身 讲人脉的一个情况 那诸葛亮到了湖北呢 当时湖北荆州地区有四大家族 叫蔡马彭皇 荆州最有权势的四大家族 诸葛亮去了科室没有任何背景 一介韩式 连当地的那个居民身份证都没办 搭了个伪装建筑叫草炉 勉强在里边住着 诸葛亮发现这样可不行 我得做人脉 做平台 有人得推荐我 他第一个锁定的老黄家 老黄家掌门人就是黄承燕黄老教授 诸葛亮特别会给人打交道 就是抓人的需求 黄老教授最近的需求就是 生个闺女丑 我找不着男朋友 就这个 诸葛亮就下决心 我娶她闺女 是吧 黄教授就从 是情态关系的 所以他这个前面的这个铺垫 已经很成功了 这个是 这个是他 他被录取 就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板上钉钉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做足的功课 就是刘备来 他绝对是精心的准备 对 一场龙中队 这个可以说是千古的一个佳话 就是这个外在的东西都只能作为铺垫使用 那你真正有没有干货 这个龙中队才能体现出来 婚礼可以很盛大 但最后接起盖和那一瞬间 你得让我看着好看 要不然前面越盛大 我现在越生气 对 后面就失落感也强了 说到这个面试的问题呢 赵老师准备了一个测试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心理学的趣味测试 我们想通过这测试 引导大家去认识一个心理学规律 按照这个规律呢 去执照面试 测试